來到小星星檢房產 我們現在去哪裡看房啊 這個又是王老師了 王老師最近真的是一馬當仙 大家以為 他是只有負責這個桃園區 可能很多人以為他只負責中路 或者是藝文特區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在青谷中路 在中立這邊 中立也有座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捲 竹北 你現在差旗新竹了是不是 太誇張了 你知道前幾天有一個網友 就問我說可不可以請王老師去幫他拍 我說那你要跟王老師聯絡 他想要賣房子 想要請王老師賣 我說那你是在什麼地方 是在藝文還是在中路 沒有 我在高雄的美術館 高雄美術館你要接嗎 我看還是讓別人去服務好了 這裡有時候這種房地產 還是要對區域的地理位置要熟悉 然後區域的風俗民情要熟悉 你才知道價格怎麼樣才合理 如果說你讓王老師去賣 結果王老師對當地的市場行情 比你還不熟 到時候去不是王老師 是王學生 所以這個沒辦法那麼遠 但是陶竹應該算是一日生活圈 應該還算可以了 所以新竹的竹北 最近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區域 而且新竹目前的房價 據說可能會是全台灣 第二個板橋新板特區 竹北房價現在太誇張了 據說要挑戰60萬70萬 所以我們現場今天要去看的這個房子 也是在竹北的鬧區嗎 還是那個邊邊角角鬧區 鬧區 它那個叫台科 是台科重奧區 所以我們到現場去看 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房子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房型 它是四房加一個車位 大樓四房車的 所以說 據說屋主的身分 還有它的職業也是高大上的身分 沒錯 也是那種高薪一組的 所以我們實際到現場去看看它的屋狂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Let's go 真的 就沒了 比我的身高還要長 NEO的厲害 全部都吸了一乾二淨的 它的妝法其實蠻簡單的 而且它好輕巧 哇 很輕耶 電動軟絨妝 電動塵蠻刷 圓滾刷 還有 二合一臉刷 再來就是 長管心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出手的技巧呢 歡迎大家留言 就這樣子囉 掰掰 改名經典 化國品味 Thompson 到了 挺好車 挺比較裡面一點 王老師跟我分隔兩地 中間有個分隔島 形同末路 這一區好像不是縣醫特區 縣醫重化區 好像叫做台科大重化區 對 對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縣健康產業園區 這是什麼 要打這幾個字上去 感覺才會高大上 我們的房子就在這邊 哇塞 你看 走在這種人形步道上面 有沒有 很有Feel對不對 然後旁邊這一整排的商店街 其實我看也開了五層吧 那邊有一些店鋪 早餐店之類的 那這個房子 是在這一個嗎 不是 因為它隔壁洞 不是啦 這豪宅 隔壁洞 好 哇 到了耶 看一下看一下 喔 整個社區的Feel 非常好 喔 那做的 園藝也做得很好 那對面就是 中國醫藥大學 新竹健康產業園區 哇 哇 看起來高大上的耶 然後 從這個大廳喔 這樣看上去 一到三樓的部分 是用這種花崗石的 現在好像 這樣子的做法 已經是基本配備了 然後 它的 呃 這個是用大理石 這邊是 停車場的 這一面牆 大廳在那邊 等一下喔 欸 電子鎖 那是電子鎖 對 標配咧 看一下看一下 電子鎖的喔 好 喔 這太厚實了吧 欸 好像還厚一點 真的很厚耶 而且很重 超重的 我們好像 在關那個福斯的車門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一下 哇靠 這實在是 進來了以後 你發現 有個非常長 非常大的一個客餐廳 這邊是餐廳的嗎 餐廳 所以因為它的格局夠大 所以你這邊可以做落成區 看你要做多大都可以 有些人喔 就是想要做一個屏風 所以這邊 可以隔一個鞋櫃 喔 主角內外 然後鞋櫃完 出來了以後 這邊可以變成 呃 有人可以把它做成中島 有個人把它做成 就是買現成的 呃 桌子來擺就可以 看你要怎麼規劃 喔 然後這屬於高樓層 所以它這個 上面的 撒水 撒水頭 對 都已經 做天花板了 做好了 建商當時就已經做好了 那因為 這個屋主呢 他當時買的時候 從頭到尾都沒有住過 完全沒住過 完全沒住過 所以新的 你看這個磨 喔 都沒有撕掉耶 真的是 欸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來 這餐廳過來就是客廳喔 欸客廳其實也蠻大的耶 所以如果 它等於是 兩邊 都有電視孔 你看這個Cable 這邊有Cable 所以看你要 看那邊的景 那是何景 或者是看這邊的景 看那個 嘿嘿 都可以 最有價值 最迷人的是 這一個無限動具有沒有 欸 我們這樣看喔 下面好像 有一些空地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這個叫中國醫藥學院的健康園區 對 它蓋出來之後 它不可能蓋到這麼高的 所以你到時候 一樣是看出去是何景 對 何景耶 然後那邊好像有什麼 運動公園的感覺 欸怎麼足球場啊 籃球場耶 就 這邊 不可能再蓋這麼高了 所以看出去 一樣是整個新竹市區 的河景 那邊就 就是那個 整個大新竹地區最貴 最高大上的地方了 那一區啦 哪一區都不講 欸 所以雖然不是 河景第一排 但是 我們看出去也是 無限動具 不會像那邊 後排都被前排遮住了 欸 不錯 而且你看喔 它這一個 超大 你在這裡 因為它寬度夠寬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擺桌椅 看著 夕陽 喝著咖啡 喔唷 怎麼那麼讚啊 欸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喔是 這是幾房的 四房 四房的格局嘛 所以有四間房間齁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四間房間的這個 其中一間 哈哈 從最小間的看起來齁 欸 這間是 客房 齁 真的是客房 所以它等於是面向天井的這一邊 所以它有一點點像暗房 但是也是有對外窗的齁 所以這間可以規劃成 呃 書房啊 或者是 呃 倉庫什麼 看你要怎麼用齁 但它是有對外窗的齁 齁 看出去就是 工作陽台 好 工作陽台 欸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間 看過來 喔 這個是次卧 次卧的格局 就跟我們現在的主卧室一樣大了 我們正常主卧室大概就這麼大 而且天花板全部都做了喔 連裡面都做 欸 這個地板是當時建商直接配的嘛 對 耐摩地板 耐摩地板 不錯耶 所以地板省下一筆錢了 看出去 一樣是合景 然後是低台度大面寬的窗台 所以假設你的床坐到這裡 你早上起來看到出去的樣子就是這樣 喔 不喜歡嗎 欸 我是超喜歡的 嘿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間房間長怎麼樣 第三間啦 齁 全部 房間裡面的磁磚 都換成是 呃 這個 木質地板 齁 這一間就比較方正 完全正方形的 嗯 正方形的樣子 那他看出去呢 因為他的樓高夠高 所以看出去剛好是人家的頂樓 嘿 所以也不會有很強烈的壓迫感 而且 景觀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 最重要的是什麼 隱私啦 他看過來是你的下一層樓 所以比較不會這麼清楚 哈哈 而且他有一個 比較大的雨遮 齁 所以隱私的部分我覺得還OK 最後一間 就是主臥室 我們來看一下主臥室 欸 主臥室 叮叮 欸 他的主臥室幾乎是現在一般房間的兩 兩間耶 對 很大間 很大間耶 而且你看喔 主臥到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L型窗 270度的環景 這個景觀 那我剛剛講過齁 這看出去呢 因為對面 中國醫藥大學的這一塊 他不會 我覺得了 因為我們沒看到對面是怎麼蓋 但是一般的醫院應該是不會蓋太高 所以如果在我們這個樓層看出去 應該是不會被遮蔽 所以大家 一樣可以享有這種無限動具的 這個景觀視野 那一邊看出去呢 動具也非常長 哇 真不錯耶齁 然後空間大以外 我們當然要看一下他的衛浴了 因為這是全新的房子 所以有一些灰塵 全部採用大理石的 然後暖風機 透透的 衛浴透透的 馬桶 德瑞克的 裡面那個是有一個很大的 看一下看一下 浴缸 浴缸還有對外窗 裡面一個對外窗 外面一個對外窗 哎呦 通風應該會不錯 你少看到一個東西 客位 我們去看一下客位 客位在這裡 欸 連客位都感覺比較大 有 因為這房子很大 房子很大 主要是因為他客位有這對外窗 而且他對外窗的還蠻大的 欸 看出去是這樣 所以通風性 通透性特別好 你就會覺得特別大間 你看我站在這邊 不覺得很大間嗎 很大間 廚房長什麼樣也是個重點 會買這麼大的房子 通常都是家庭導向 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住的房子 一家五口 廚房就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廚房 L型的 L型的廚具 配的是林內三機 三機是林內的 三口爐 抽油煙機 然後一個小L 這個人造石的 然後這邊可以放一個大冰箱 大概有90公分吧 可以放一台大冰箱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空間 你可以放電氣櫃 可以裝電氣櫃 因為這邊沒有插口 欸 有這個線路 所以可能到時候你可以自己去趕 冰箱也可以放這邊 不過這邊本來可能設計電氣櫃 所以拉重電可以從這邊來 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那個工作陽台 這工作陽台非常方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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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斯表都申請過了 零度都還沒用過 從買來到現在都沒用過 然後冷氣的格柵也獨立在那邊 欸 規劃的還不錯 然後當時建商直接就附了一個這個 洗衣槽啊 喔 非常貼心 哇 王老師 剛剛我同學跟我說 我同學住這一區 竹科新櫃 我很多同學是竹科新櫃 很多同學在半導體晶圓廠 台積電的好幾個 欸 所以 我的同學都是科技新櫃 只有我不是 哈哈哈 欸 他跟我說喔 那個是美國學校 有沒有看到足球場跟籃球場那個 那是美國學校 所以這一區 哇 簡直 簡直是 應該是蠻貴的 感覺應該是高大上的一個區域 過去 喔 高速公路上去 因為這邊離高速公路非常近 上去直接就 就可以直達那個科學園區 下一個交流道就科學園區了 然後呢 呃 你要去竹北的市區 因為呃 竹北的重劃區分 限一限二限三 還有呃 高鐵特區 那這幾個區域裡面呢 我覺得限一的生活機能算是比較完善 因為他可能開發比較早 嗯 所以這邊家樂福也有 然後呃 因為縣政府在這裡 所以這邊的一些吃喝玩樂也都 樣樣精通 喔 就是他可能是比較適合居住的一個區塊吧 那限二限三那一邊現在就是有百貨公司 有一些喔 那個價格真的是 貴的不像話 真的很貴 喔 那所以限一喔 我想大概也被拉抬起來了 這個價格現在 先來聊一下 這個總評數是多少 呃 韓車位評數67 67坪喔 剛這樣看真的感覺很大間耶 因為我們去看了很多那種輕豪宅 輕豪宅就是你室內評數夠大 然後整個是那個 但那個感覺都是七八十坪 七八十坪感覺都沒有 沒有比這個大多少 因為他的格局方正 喔 格局方正的關係 所以他們一間房間 那你都覺得像主臥室的大小 對 那67坪那車位有幾個 車位一個 一個車位 所以大概扣掉10坪左右 對差不多 所以就是這個 主建物大概是57坪 對 57坪的房型 再加一個車位 那開價多少錢 呃現在目前是開2200萬 2200喔 這個 攤下來齁 就是三十幾萬 我現在聽到竹北都是什麼 五十幾 六十幾 那個 所以你要努力一點 是不是 我們要配合市場的律動 你看 欸王老師幫 剛剛去看上面全部是蜘蛛師啦 真的 抵毒師 都沒住人 都沒住人齁 全新的齁 那因為最近竹北的價格真的是 喔太熱絡了 因為竹科新貴台積電那個分紅啊 還有一些電子廠的分紅 那一分下來就直接買一戶 所以他們可能覺得說 欸我要居住品質要好 那剛剛為什麼進來連樓梯公司 完全沒拍到 就是這是豪宅等級的 所以他們的管理非常豪宅 完全不能喔 拍一張照片都被罵 還被罰錢 管得滴水不漏 管得很嚴 非常非常的嚴格 而且我們待看只能做貨梯 我們只能做貨梯 對我們兩個是貨梯 那這個就是總共一層有三隻梯 兩隻正常梯一隻貨梯 樓高非常高齁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人呢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因為這種物件呢可遇不可求 如果你錯過了可能就 那先來看看喜歡再談 那價格好說好說是不是 這個價格很難談 很難談啊 基本上開價就等於成交 好那沒問題 如果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下面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竹北新竹觀新重劃區 那邊的朋友 有買新房子想要來分享 最近還有一個區域也不錯 南寮 南寮也蠻熱絡的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我們希望有更多在地的朋友 來分享你們的買房心得 那最後 如果說你是要來拖瘦的 竹北可以拖了吧 現在 可以啊 現在竹北也可以拖 他願意拖 拖吧 這個竹北也可以來分享 來跟直接跟王老師聯絡 然後如果說是要賣房子 就直接跟王老師聯絡 我沒辦法幫你拍 然後幫你賣 我沒辦法賣房子 那我們期待更多的朋友 一起來分享你們的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真的啊 比我的身高還要長 沒有了厲害 全部東西的 一乾二淨的 他的妝髮其實蠻簡單的 而且他有心巧 哇 很輕耶 電動軟絨抓 電動塵蠻刷 圓滾刷 還有二合一臉刷 再來就是糖管心 還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呢 歡迎大家分享給留言囉 謝謝大家 拜拜 百年經典 化國品味 Thompson 頻道字幕贊助者 目擊中 觀看影片時點選下方加入 然後往下滑 滑到影片CC字幕贊助商 點選加入即可贊助 讚哥邀請大家一起來支持 真心話不冒險